这孩子活得不真实 他是作为他死去的哥哥的替代品 因为在没这孩子之前 苏英有过一个儿子叫盼盼 未满两岁时便生病死了 苏英夫妇很爱这个死去的儿子 所以又有了儿子后 便也叫他盼盼 这样夫妻俩都觉得很安慰 夫妻俩从没对孩子说过 他曾有个哥哥 常人很难懂得 这一切可以不讲 但一切在孩子的无意识中却存在 因此他莫名其妙地爱去坟山边上玩 并缠着大人要求带他上坟山去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强大的无意识驱使着他 要他上山去找到他哥哥的坟 人要确定自己身份的动力是巨大的 原因找到后 专家给出的治疗方案很简单 首先要真实详细地对孩子讲 他之前曾有个哥哥 只讲还不行 还得找出哥哥的照片给他看 让他确认他和哥哥各是一个人 另外立即给孩子改名 用新曲的名字每天反复叫他 让他的耳朵里充满这个新的名字 最后还得让孩子和他哥哥告别 要把孩子带到哥哥的坟前去 让他清除并接受哥哥已死去这个事实 让他明确他是弟弟这个身份 做到这一切后 孩子慢慢就会正常起来 苏英讲完专家的诊断后说 我带着孩子回来后啊 照着专家的话作还真管用 二山呢 已经很多天没提过要了坟山边了 并且二山还对着照片叫哥哥 二山真是个乖孩子 我听得出苏英说话时 不断重复着二山的名字 这也是他在岸专家的画作 二山这名字怎样 嗯 好 二是排行 山这个字对男孩合适 并且与三谐音 你还想给二山添个弟弟或妹妹吧 苏英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 哎呀 你们城里来的人就是聪明 是你让我带孩子去看医生的 现在孩子好了 让他拜你做干爹怎么样 我连连摆手说 哎哟 不敢当不敢当 我是守牧之人 当他干爹不合适 幸好我说出了守牧人不合适这个理由 不然我很难拒绝苏英的请求 听我一说道理 他才没坚持 哎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等二山他爹回来呀 请你过来喝酒 呃 我要带二山 去他哥哥的坟前烧纸了 专家说一定要让二山 和他哥哥告别 母子俩沿着坟间小路走了 前面是下坡 母子俩的身影很快不见 在他们走过的地方 是无遮无蓝的天空 突然有人叫我 大雪哥 收工了 我回头一看 是小弟 他正从远处跑过来叫我 我有些惊讶 这个从来只会被动地回答 是或不是的小子 居然主动跑来与人说话了 小弟的变化 是我逼着他和我聊天后发生的 那天 他突然回忆起 七岁在夜里守死人的事 自那次谈话之后 他的变化就开始了 我先是注意到 他和叶子说话时 不再满脸通红 接下来 他敢于和大家 围坐在一起吃饭 昨天晚上 他突然失声痛哭 这让大家都有些替他担心 今天早晨下楼后 他的精神 确实蛮好 本来 他该干擦洗墓碑的事 可听见羊胡子 安排大家除草时 他却主动申请说 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干 羊胡子自然一口同意 但这种事 人越多越好 小弟跑到我身边 一边擦汗 一边说 都收工走了 我没看见你 便找过来了 我拍了一下 他的肩膀说 嘿 你心里记着大雪哥 不错 可你也该记着我 要不是我帮你打通了记忆 你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呢 小弟不懂我的话 什么叫在黑暗中摸索 嘿 这话还真没法让你懂 以后慢慢说吧 走 我们回去吃饭 路上我问他 和大家一起做事 好不好 嗯 好 那以后寻夜时 我再带你出来 愿意吗 愿意 夜里坟山上可是很黑的 害怕吗 不怕 其实我提出这个问题时 我已经觉得多余了 对于一个守过太平间的人 我在他面前说怕 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我提出带他寻夜的事 是觉得他可以成为 我再进阴宅的帮手 哑巴和我一起 虽说可靠 但在交流上有些障碍 如果换上这个会说话的家伙 关键时刻 也许能助我一臂之力 回到住地 还没等到开饭 洋胡子先把我叫到了院门外 刚才在山上 你和那小鬼的妈在说些什么 我吃了一惊 这洋胡子果然在暗中盯着我 啊 哦 苏英去给他以前的儿子烧纸 便和他聊了几句 那小孩不是小鬼 以前的行为有点怪 看了医生 已经好了 洋胡子不屑地说 去 医生管这种事 凡小孩 要么是小鬼 要么和小鬼有关系 不然 民间为什么说 小孩子通灵呢 你帮我看着点那小鬼吧 他要再到这里来 你只管赶他走 他上次抱住我的腿 我那只腿痛了好多天 我擦了不少香灰后 才好一些 哎 放心吧 那小孩 不会再来这里了 你可别那么说 昨天夜里 我还被小鬼抱住腿呢 实话对你讲吧 那小鬼 是从你的屋里出来的 看见我便扑上来 抱住我的腿 又抓又咬 还吸我的血 你站在旁边 不但不帮我 还拍手说抓得好 我醒来后 腿上真的被抓破了 说到这里 洋胡子提起裤管给我看 在小腿内侧 果然有一条被指甲抓破的痕迹 洋胡子的梦让我吃惊 不是他梦见的小鬼如何厉害 而是他梦见 这小鬼是我放出来的 这说明他对我的疑心很大 不过他坦白地对我讲这个梦 说明他对我的疑心还不明晰 用术语来说 这疑心更多地在他的潜意识中 我阻止他疑心 我阻止他疑心还来得及 我对洋胡子说 嗨 这只是一个梦 你别太在意 那腿上也许是你自己在梦中抓破的 至于你梦见我在场 我告诉你 我在医院时学过解梦 梦是反的 你梦见我 表明在关键时刻 只有我能帮助你 不管怎样 苏英家里的那个小鬼 若是再敢来缠你 我一定把他甩出巴掌圆 我的话终于让洋胡子开心了 他笑了笑说 我还是得到我父母坟前烧点香 让他们保佑我 不受小鬼的纠缠 这天晚上 我把这事讲给叶子听 他也听笑了 把苏英的孩子甩出巴掌圆 你敢吗 哼 哄哄洋胡子嘛 人不管长多大 在某些方面仍是小孩子 哄哄他就高兴 你有时候也在哄我吧 我赶紧声明 谁能哄你呀 就凭你看过那么多书 我在你面前 那只能算小学生 学生哄老师 你听说过吗 你看 这不就开始哄我了 我和叶子都同时笑了起来 我们坐在露台上 夜很黑 但还能分辨出右侧是坟山 左侧是墓园迎向外面的那条土路 在露的远处 有车灯亮了一会儿 又熄了 那是村长家的方向 我问叶子 哎 莲子来找你 借了什么书走啊 嗯 啊 她其实是来找我聊天的 她参观我的房子 又在露台上看了很久 哦 哎 不好意思 问你一件女人的事 莲子 怀上孩子了吗 你怎么关心这事呀 莲子 给我讲了很多 但我不跟你讲 莲子 想要孩子 可能没希望了 突然起了风 露台晾衣绳上的衣物 飘扬起来 叶子站起身 一边收衣服一边说 哎呀 我这人 老是忘记收衣服 啊 亮在这里的一个胸罩 怎么不见了 我对叶子说 把电筒给我 我去下面看看 一定帮你找回来 我拿电筒下楼 出了院门 贴着围墙 向房子的后面绕过去 我们住的小楼 三面是围墙 背后便是连着 坟山的坡地 楼后有很多树 我用手电 在这些树下搜寻着 我听见叶子 正趴在露台边叫 找着了吗 我抬起头 眼睛从粗大的树木间 望上去 等一等 我正在找呢 结果 我的收获 仅仅是找到了一只袜子 估计被风吹下来 已经很久了 重新上楼 回到露台后 叶子分析说 嗯 可能是掉下去 被那只黑猫叼走了 那只猫坏得很 更早的时候 我有一条丝巾 晾在这儿被吹下去 当天没注意到 结果啊 几天过后 黑猫正在院门外 拖着那条丝巾玩 哼 哪天教训教训那只猫 叶子笑了 你看你啊 和猫生什么气啊 正在这时 呼听的羊胡子 在楼下大叫 大徐 接电话 我吃了一惊 这只能是紫花打来的 前两次 都是在半夜时分 今天还不到半夜呢 叶子也判断说 是紫花 可是 她的表情 比我还紧张 她的状态感染了我 在黑暗中下楼 每跨出一步 都觉得脚下 不踏实 下午 一辆小车开到墓园 我迎出院门 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从车里出来 在她取下墨镜的一刹那 我惊了一下 这不是雕师傅吗 我很快镇定下来 尽管她在报社 短暂地开过车 但不认识我 何况 我已经很久没刮过胡子 我照镜子时 自己都觉得陌生 据袁女士讲 雕师傅现在正在 给她服侍的两位老人开车 她到这里来 大概是要买墓地吧 我走上前 像招呼任何一位客人一样的 招呼她 杨胡子在吗 快叫她出来 我要去看墓地 杨胡子出去办事了 你要买墓地 我带你上山去看也可以 买什么买 早买好了的 后山高处 最大的那一座 原来 是那座大阴宅的主人 派司机来查看了 我为难地说 呃 你是要看 有院墙 上了锁的那座墓吧 我这里没有钥匙 你先进我们那里坐一坐 我立即让人 去把杨胡子叫回来 杨胡子 今天带着叶子 去村长家了 说是研究 坟山山门的建造计划 带叶子去 是让他做文字工作 形成的书面材料 要报到公司总部去 刁师傅跟着我 走上通向院门的时间 跨进院门后 他突然站了下来 看了看院子和小楼说 算了 我还是在车上等吧 你们快点叫杨胡子回来就是 我指的让小弟去村长家 小弟不熟悉路 我把他带到院门外 指着远处说 就在那边 好 我去试着找找吧 我自己没去找杨胡子 是想留在这里 和刁师傅多聊聊 机会难得 了解这座阴宅的情况 对我会有用的 我从堂屋里 提了一个热水瓶到车边 刁师傅说在车上等 实际上是从车上 拿了茶杯下来 坐在车外的空地上抽烟 我给他的茶杯加了水后 他对我明显热情起来 先自我介绍姓刁 然后说 你们这儿管理处太旧 走进院门就觉得一股阴气 是的 这房子院子都有些年代了 不过我们住惯了 不觉得有什么阴气 哎 该改建一下了 你看我们那座木 比你们住的房子都漂亮 那当然 你们买这木花了不少钱吧 不算多 买地加建造就花了一百多万元吧 他从地上站起来 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 然后做举手伸腰的运动 你是新来的吧 我半年前来这里 没看见过你 哦 我刚来不久 他停止了运动 转头盯着我问 哦 工资高吧 不高 一月八百多块钱 不可能 不可能 像你这么聪明的小伙子 工资不高不会做这事 你们的坟地越卖越贵 老板若只给你们这点钱 那也太狠了 不狠能做老板吗 嘿 说得好 不过老板和老板也不同啊 我最早在运输公司开车 老板狠 后来在报社干过 老板稍好一点 现在我给董事长家里开车 日子就真好过了 他这话无疑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说完后 他抽出一支烟丢给我 嗯 哥们 来一支 有了这气氛 谈话就容易了 我正准备问他 以前来看墓地 发现过异样没有 他却转身去了车后 他打开后备箱说 来 我们一起 把这些东西搬进屋里去 三箱香辣 纸钱和鞭炮 被搬进了堂屋 他拍了拍手 转身又逃到了院门外 我和他往停车处走 即使空坟搬这些东西来干什么 明天是七月半 你不记得呀 常言道 七月半鬼乱窜 阎王爷这天给鬼放假 孤魂爷鬼都出来了 所以啊 我们要在那墓的围墙一带 烧上香辣纸钱 把孤魂爷鬼招待好了 他们才不会进里面捣乱 诶 据说五六年前 这墓刚建好不久时 里面就闹过鬼呢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因为羊胡子和叶子 正从路上走过来 画到结果眼上被打断 让我很遗憾 不过上山去后 总有机会再问他 可羊胡子没有让我跟上山 大雪 你还是回屋守着电话吧 我和叶子陪雕师傅去看幕 我只好回到堂屋门口坐下 小弟今天的任务 是整理墙角的工具房 他还把围墙根一带的青台铲掉了 这里的阴气重 墙根的青台长得和男人下巴上的胡须一样快 我望着院子和院门 想着雕师傅下山后 怎么再和他聊一会儿 五六年前 阴宅里闹过鬼 这和梅子的死亡时间刚好相符 我的判断越来越接近真相了 那只黑猫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院子里 它雕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把这东西放在地上 又去扑它 然后又叼起来放在地上 我走过去 发现这黑乎乎的东西 是一只鸣鞋 我用脚踢了一下黑猫 然后弯腰拾起来 我确定 这就是以前出现在我床上的那只鸣鞋 后来我把它扔到叶子的门外 后来它就无影无踪了 这一切都是黑猫在搞鬼 它当初不知从哪里 把这东西丢进我屋里 吓得我差点魂飞魄散 拿着这只 已被它撕咬得烂糟糟的鸣鞋 我俯身对它说 你是一只鬼猫